各位又是焦点财经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陈少豪 好而且周五在阳光普照的西谷 一家登山用品店的retailer实体店面 跟大家来报道世界焦点财经 本周可能是今年市场最糟糕的一周 共三天跌掉了700点以上 而且上下波动超过1000点 震荡之激烈令人扎扯 礼拜三降息 每涨反跌 礼拜四又宣布对中国的进口3000亿增加关税 因而在重跌300点 今天上下摆动之大 过去三天总共重跌到700点以上 所以你心里要有准备 准备什么呢 准备你购买的消用费用产品 有可能在额后的几个月当中持续加价 此话曾讲呢 主播就以三只股票三只公司 来作为你自己消费品的一个参考 第一对了Nike Nike代表的是鞋类 这个国家进口中国的鞋类占这个国家90% 哇哦你一点都没听错 你跟我的鞋子在这个国家买的很多超过90% 由中国进口Nike过去三天重跌10% 过去一年拉一条线12个月并没有涨跌太多 所以第一会影响你的就是鞋类 第二Best Buy 对的电器用品 Best Buy过去三天也一样重跌10% Best Buy代表的是电器电子商业用品 你额后要买的手机也好 家电也好 再再都证明额后的几个月当中 加了税 你买的电子产品就会升高 影响你买卖电子产品 所以Best Buy也一样的重跌 10%过去三天 过去一年拉一条线12个月没有涨跌 第三支股票要供做你的参考就是Target Target代表的你跟我购物的日用产品跟衣服 这个国家70%进口的衣服日用产品 从中国进口 短时间要取代并不容易 所以Target也一样重跌10% 所以从很多宏观来讲 我们日用产品的鞋子 我们的电子产品 我们的衣服都跟中国有关 所以你必须谨慎小心 用花钱你自己的cash flow家庭用品 都要小心的管理 智慧人的话语 洪水泛滥的时候 上帝仍作者为王 上帝仍作者为王 愿上帝赐祂的子民平安 赐你平安的福气 在这个动荡的时节当中 一定要仰望上帝 好而且周五在美丽的矽谷 一家登山用品店 跟大家来报导世界焦点材料一机 愿你有一个美好的周末 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